阳光灿烂的日子 是江文导演的处女作 由王硕的小说动物充猛改变 主要演员有夏宇 等乐 林郡 桃红等 该片的背景是文革时的北京 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 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之间 透过自己的青春 意识流的故事里 有爱情和性的冲动 有幼稚和失败的国内精神 也有成长的故事 这部电影里大大小小角色 都鲜活可信 就连冯小刚和王硕 客串的魏老师和小流氓 都让人过目难忘 同时 江文非常着重气氛的红外 屋顶上因七人顿 讨论的少年不停地走动 大面积的过曝镜头 让阴雾上充斥着阳光的味道 男性霍尔蒙的满意 也自这部影片 曾只成为他标志性的电影符号 这部影片中的黑色幽默 具有极强的反讽力量 为我们审视过去那个荒诞的时代 提供一个契机 同时也让我们思维 处及到现代的这个社会 我们不禁要问 现在的社会里 还有没有造成时代分析的因素 一部电影能够做到这些 也就实现了 附加在其审美功能之上的 社会功能 我想这也是阳光灿烂日主 能够受到欢迎的 众人员第一把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